我是蠻遵从每个人都会有一个都会要有像很平衡的一个生活状态 那我们拍戏其实就不是一个不是走在一个很平衡的一个线上 所以他的那条曲线可能会可能会太极端 所以在这么极端的拍戏的生活之后 我通常都会给自己更沉浸的一个空间来来让我自己去回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状态 所以像我平常都是在家里发呆或是真的偶尔自己有时间有更多的时间我会走进大自然去 也是一样自己一个人不要有其他人来打扰我 这个感觉就是可以让我慢慢去实践爽活的这样的一个形态 是的比较清淡健康 然后我觉得运动很重要找到时间就要去运动 然后我也很喜欢就是比如说多多的走进大自然吧 就是有时间就拍戏的空档去爬爬山或者是看着海发呆 也可以让自己回到一个比较平静跟一个爽活的状态里面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